通通都我的 所以關鍵字裡面你打 你就有證照教學 第一頁全部都是我的 好像第二頁應該也都是我的 看奇怪怎麼都沒有別人加入呢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有啊 這個是 這個應該是那個 南台科大他們的那個一個一個 那另外還有像這個關鍵字 如何下載YouTube影片 所以這關鍵字裡面也有第二名 好 這一些重要關鍵字 其實找到我的機會非常大 那這邊的話我剛剛跟各位講過 每天幾乎都是兩三千的觀看次數 這是我的頻道 還不包括我的部落格 還有就是說呢 累積的觀看次數超過一百萬次 一百萬次 這個是開頭 讓大家知道我是誰啊 不過這些都是 我覺得學習一個東西最重要是要興趣 學習一個東西要興趣 所以你要對這東西產生興趣之後 你學起來就會很熱情 再晚啊 像我為什麼 回去 下了課以後回去 還是會想到說 我是不是要寫一些東西啊 或者記錄一些東西下來 所以我覺得說 感覺把它記錄下來之後 放在網路上 放在雲端上面呢 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情 因為感覺呢 你越做越多 越做越多 就變一片森林 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Android相關的一些訊息 這應該大家都有聽過 那這邊的話 當然它是以那個甜點 當成命名的方式 那最新的這個Android 4.0 好像叫Ice Green 就是冰淇淋 4.0 然後4.0之後的話 比較大的特色就是 它不再支援Flash了 它直接就希望你用HTM HTM HTM5的一個規範 去設計有關於動畫的播放 這部分 那再來的話 什麼是Android 這邊主要 主要大家跟各位 瞭解一下 主要當然它第一個 比較重要的部分 演繹是機器人 2007年 其實沒有很久的時間 大概不到五年 四年多的時間 然後呢 它是以Linux 當成是一個開發的平台 而且是Open Source 這是一個重點 另外呢 它是架構在什麼 Java 作為程式語言 不過呢 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個叫做疊層架屋 就是它是架在人家上面的 架在人家上面 可是Java 並不是Google的產品 它是哪一家公司的產品 Oracle 本來是SUM 本來是生意 後來賣給 用60億美金賣給那個Oracle 所以最近Oracle 當然做了一些動作 就是說呢 去告那個Google侵權 侵犯他們的那個Java 的專利權 不過最後一審 最近好像有一個宣判結果 是說沒有關係 好像是沒有關係的樣子 不過Oracle好像還是會繼續上訴 然後Oracle是提出說 你沒有智慧我一聲 你就用我的東西 所以說希望Google可以做賠償 他們都是在玩這種戲 像iPhone iPhone iPhone會去告HTC 是一樣的道理 反正就告來告去 才會有新聞 炒作一下 才會有話題 那當然呢 因為兩個綁在一起 所以其實Oracle很聰明 你不可能不用我的Java 所以你也不可能不跟我合作 也就是說呢 你Android這麼紅 你至少要分我一杯根吧 對不對 或者說你Oracle 你Android是不是可以讓我在什麼 資料庫 因為Oracle是資料庫方面 對 你是不是可以Android的資料庫 可以讓我 讓我有沒有發揮的空間 我們可以談一下 就是以什麼 就是以這種方式來換取更大的利益 因為Oracle很聰明 那這部分的話當然是他們現在的問題 那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兩邊其實是沒有一個合作關係 所以變成說呢 我的Android SDK 要用你的Java SDK的時候 就會有時候會產生一些 莫名其妙的問題 所以這樣你們在做開發的時候 也有可能會產生一些 莫名其妙的問題 你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 但是就產生一些Bug 這個Bug 到目前為止 有些狀況還是沒有辦法 知道為什麼 這是第一個 就是說 Java跟Enjoy之間的關係 另外我們開發環境是用哪一個呢 用Eclipse Eclipse又是屬於另外一家公司的 它是IBM捐出來的一個基金會 所開發出來的軟體 那這三家是屬於三家附近的公司 那他們三家公司呢 各有各的這個 各有各的領域 那彼此之間沒有合作關係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 這樣的開發環境呢 問題重重 問題蠻多的 那再來的話呢 提到這個有關於虛擬機器 它並不是標準的所謂的那個JVM 不是用那個Java的JVM 而是自己 它又產生了一個自己的一個 叫DVM的東西 DVM的東西 所以呢 在RUN起來的時候呢 當然也會有產生一些奇奇怪怪的狀況發生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Android的一個特點 Android特點 比如說呢它內建瀏覽器 那這個瀏覽器的話呢 它是以WebKit當成是瀏覽的引擎基礎 那你會發現呢 以瀏覽器當成一個內部的執行 那RUN起來其實非常的好 我覺得有時候在手機上面RUN 開一些網頁 甚至感覺比那個在PC上開還要更順暢 而且你會發現放大縮小 都沒有什麼樣的限制 電的時候也其實還蠻好的 不過前提是這樣啦 就是如果你們在買Android手機的時候呢 CPU也要快一點 現在最新的已經達到了1.5 1.6的雙核心的CPU了 那跑起來 1.5 1.6已經跟小筆電就差不多了 而且是雙核心喔 你會發現呢 這麼快的速度在一隻手機上面呢 跑起來一定非常過癮喔 實際上也是這樣子 然後呢 像那個iPhone5還沒出來喔 不過可以想像的iPhone5未來呢 幾個趨勢 第一個 這隻手機 那一個趨勢 也在那些手機